你現在看到這個是我們 一加一房的一個格局 再看大套房 靠裝潢變化格局 瞄準年輕小資族 同樣為年輕人設計的 財政部主導青年安息成家房貸 因應民法修正 成年年齡20歲下修到18歲 勤安貸款也計畫同步下修 18歲就能申請勤安房貸 這應該很極端 沒能力的話 不管降到幾歲 就是還是沒能力 有家人可能想要幫小孩子 就是買他們的第一間房子的時候 這對他們才會有影響 大部分如果是靠自己的話 其實18歲比較不會去買房 以我們目前來說 最年期的客戶是22歲 今年9月20歲到29歲的客人 已經增加了一成 年輕族群買房多半得靠房貸 財政部清安房貸計畫 將一段市利率從1.43% 下修到1.4% 以最高貸款額度800萬元來看 30年房貸每個月 能少還115元 一年大約能省1380元 等新建月核定最快明年上路 高中剛畢業的年輕人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 小孩子的父母親 多提供了一個資產配置的管道 財政部清安貸款 和方間銀行相比 優點是審核條件比較寬鬆 而且不限首購 只要沒有自由住宅 就符合資格 但房仲也提醒 其實有些銀行房貸 利率更低 他給我降到1.31%而已 反而比那個財政部提供的 青年成家方案的利率 還要來得更低 房仲神探員剛買房 也是首購族 他也提醒貸款買房 儘管公部門 計房貸優惠政策 但最好還是多比較 才能減輕還債負擔 三十五王柴也是舒明 新聞報導